今天很开心想和大家分享 我考这个Class 5 牌 已经过去了 所以很想今天拍一条影片 去讲讲我整个考车的过程 我想先讲讲我自己的身份 我在2022年以Study Permit 的身份入境 所以其实我可以用香港的车牌去驾车 直到我的Study Permit失效为止 所以由于当时我入境的时候 刚刚落地都有很多东西处理 所以当时我没有立刻去考牌 由于我已经来加拿大两年 所以当我报考不试的时候 ICBC的职员都问我 有没有其他地方的车牌 我就说我有香港的车牌 然后他就要我提供一个证明 就是一个驾驶的经验的证明 于是我就将我2021年在香港申请的TD320 当时因为 其实我后来也有回香港 亦都申请一个比较新的TD320 但是很不幸地 我就遗失了那个证本 我尝试给他一个副本 但是他说原来不行 于是我最后就找回TD320的证本 就是2021年 但是他们是接受的 所以当时我就 我就照给2020的证本给他 但是职员就跟后面那些 我想是高级的职员去看回我的证明 刚好2021年那张的证本 就显示我的车牌 就是2023年6月就过期了 虽然我后来是Renew了 但是当时的记录是看到2023年6月我就过期了 于是他就提醒我这个证本它是接受 不过我的排领 只能够计算到2023年6月 但这个也没什么影响的对我 因为我是20年的车牌 然后其实ICBC只是接受15年排领 这个主要是影响保险的费用 于是他当时就收了我的车牌 而且跟我说 如果我考不是pass了 他就会收了我的香港牌 最后我都pass了 然后职员就当时给了一张黄色的纸 那张纸其实就是可以 给我去 好像学车那样 拿着一张黄纸 然后旁边坐个class5的人 我就可以开车 其实意思就是说我变回了learner牌 所以那一刻开始 其实我有两年 我一直在开车 考完不试之后反而是不能开车 所以我的心情就是 当然希望快点考到车 于是就立刻上网查 当时竟然要10月钟 才有期考roll test 但是我又听人说 可以在网上去看看 有没有人放一些旗出来 所谓的 所以我就隔一两个钟 就上网查一下 然后真的有些旗放出来的 我看了一两个旗 其实都做了一个礼拜 但是都是要10月 有两个月时间 不可以开车 我就是在第二天 的中午的时候 我上网查看 看见明天 第二天就有一个 11点45分的旗 于是我当然 即刻就去设计 那这次呢 其实是我人生第3次考车 在香港考过一次4van的牌 那时是我第一次考 第二次就是三年后 我去设计 考了个巴士牌 所以这次在加拿大 是我人生第3次考牌 亦都事隔20年了 我第一次考牌是2003年 在沙士的时候 但原来心情都会很紧张的 虽然其实这两年 我在加拿大 每天都开车 开到已经是很熟悉这里的地方 所以其实我当时为了要令自己考试的时候 比较smooth 那我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平时开车的时候就好像当考试那样 记得做shoulder check 然后呢 有一样东西我就会 惯了30 那个速度或者50 的速度是怎样 以至到其实我大概去到那个位置 我知道那个速度其实是差不多了 我不需要经常都看着标准 有没有超速 这是我平时的一个锻炼 我是考Richmond的Lansdown 其实很多人都说 那里的合格率是很低 但是为什么我要挑战这个 这么低的一个市场呢 其实因为我住在家里 在Lansdown附近 所以其实我对那边的路面比较熟悉 天天都是走那条路 所以其实我的信心会比较大 那考试当日呢 因为我不能自己一个人开车 首先我叫太太 开车去到考试那个 拍位那里 其实那天我已经做了很多 我已经做了30分钟的报道 等了一会 那考官就叫我的名字 然后呢 他就带我出去走回我 拍车的位 那他走到中途的时候呢 就会解释一下 整个考试的流程 一会做些什么 要做些查询 还有一会 就是走上车的时候 就是他会给指示我 那他也特别提我 他不会触碰我的 要小心驾驶就可以了 那也当如果他有些 指示不清楚的时候 其实我是可以问的 但是当日呢 我自己也有点心理一理 因为我走过一条路线 其实是一条我没有走过的路线 至少我在练习的时候 或者我跟师傅的时候 是没有走过那条路线 那条路线呢 差不多是去到 Number 4 Road 去到尽头 就是去到highway的出口 那里有一个stop sign 转左 然后就转 去一个小区 这样到呢 很多汇船处 那我考车的时候有几个经验位 所以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就是 出到市场没多久 我竟然遇到一辆车车 就是很大架那些 亮灯 那亮灯当然我慢车 然后他打右灯 原来他是想倒车 就是进去那个屋苑 那我就当然在这儿等 但是其实我等的时候 我都觉得 我的车和他有点近 所以我心都很寒寒 会不会就这样就失败了 一出市场就失败了 其实后面的车不断 当然我当然不管 我也都想过 好不打四火灯 但是既然 现在又没有什么特别东西 不要 总之等 等到他的车完全离开了 那个行车线 甚至是 我是在左线 甚至他离开了右线 少少我才慢慢向前走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 考官在那些小区里面 试语我做一个 我前面右边 近路薄边 有辆车停在 我做 当然要走在车的左边 但是我看着后面有两辆车等着我 但是那条路是 比较窄的路 两边停车 中间那条路 其实只是紧紧两辆车走 所以我在停停停车时 我都问校官 后面有两辆车跟着我 我是不是 都让你先走呢 那校官就说 你照着停车 然后我就 不要理了 已经有点慌张 照着走前 我打了右灯 照着走前 然后停在 然后有一辆车 即是按外不至于 已经在我左边 爬了头 那我再看镜 后面有一辆车 竟然在等我 它就比较远一点 所以我就觉得 比较安全 然后就记得到360 即是由左边后边 一路望望望望望到右边 然后拧着头向右 看着后面 然后就去拍 Pair Parking 那我自己就 Pair Parking 我考试前 那时候还可以开车的时候呢 我就练了 十几次 同一个位 练到我呢 就是可以看到后 用右边 镜望后 大概呢 去到什么深度 才扭回直辆车 以至到 刚刚在那个距离 即是30cm的范围里面 可以拍到 又不会上到距离 那这个是其中 第二个的 一个经验位 就是 就是 当你有很多车 你Pair Parking的时候 你怎样处理呢 第三个就是 我说那个路线 其实是一条我没什么走过 可能最多走过一次 我没有印象的 很多回旋处 要过成三个回旋处 但是 幸好就是我前一晚有看YouTube影片 有些YouTube影片很好 有些人就是走一条 就是考试路线 然后教你每一个位 他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那我就很记得 如果你走回旋处 就算你是第三个出口 你转了 你进入的时候 都要打定左灯 告诉别人是转了 那我就记得这个东西 所以就 不要理 总之那些 回旋处是很小的 就是一架车过的 所以记得 转了 然后就看一看 shoulder track 然后就慢慢走 然后记得不要碰到这些距离 过了这些经验位 到最后就是 进回Lansdown的时候 记得不要超速 因为很多人 在华行Lansdown 最大的挑战 就未必是露面 而是 当你在考试场 你出街之前 是15 那你超速就已经失败了 或者反过来 你回到市场的时候 你也不要超速 记得 保持15 15是一个很难的速度 要记得不要超速 还有最后 回到市场的时候 就安全一点 不要说 踩到那些距离 最后回到市场的时候 那个考试官就说 你选一个位置拍位 那我就 到后 这样去拍位 我平时都可以一手 拍到 但今次 考试的话 都是差一点 所以 我也是做360 然后一到的时候 发觉 左手边 原来是踩到那条线 所以我都不问他了 我自己又做360 做多 然后看看有没有车 我当然找一个 左右都没有车的位置 然后就 再 修正 拍回这辆车 最后我就记得一件事 就是 除了左右线 不要踩到线之外 都不要拍那么厚 就是不要碰到那个距离 那我就 停下 然后就拉P波 然后就拉授 那那个考官都立即告诉我 你Pass了 那时候 立即 松开一口气 终于 完成了 但也记得 完成了之后 都不要松开 就是不要做一些 其他的事 那么 考官就跟我说回一些要注意的事 主要其实 他告诉我 我车速有点慢 还有没有用那个优先权 就是Right of Ray 还有 有一些不必要的停车 那我自己当然心想 考试当然是稳固一点 那就是宁愿 慢一点点 也不要超速 所以 特别是走球场 那些位置 记得不要超速 所以 这个是有几个经验位 和整个过程 另外 也想提一提 就是 我这次考车 就 有做 Para Parking 有做Pool Over 有做到后 在我排车的位置 但是他没有问我那些 路上的危险 那些危险 不知为什么他没有问我 以上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我考车的过程 也欢迎大家去留言交流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好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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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